8. 東方日報 少看天下 薑絲套餐客出冷漢 2015年7月12日龍門鎮A32少看天下師有憑港產官遼後之後 去年台灣爆發坑渠及哨水游風波 香港亦受到波及 當時政府細神癖願要立法規管食用油 事件拖敲個月 現在先話進行資訊 看來 市民接觸到薑絲油的機會仍存在 食物及圈勒夫閉藍籍反治縣A 明白飲食業界有使用萬年油圓屁 翻炸油會產生有害物質就是人都知 尤其街邊檔 老闆常見到糖多 炸到黑幽幽 說真 究竟翻炸了幾多糖 恐怕連當主自己也忘記了 高永文就說 即使有監管框架 執行想仍有局限性 因坊間所謂地溝油 黑心油或劣質油 指示籠統稱為 難有科學定義 國際上也無統一檢測標準 當局只能針對或鑑別食油內 未來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質作參考指標 檢測是否適合人食用 很難斷定產品是否就是劣質油 高局長無需敢快按保護E 真要規管黑心油 有關當局就要勤力速E 多例從D及監管 防止黑心油重回食物鏈 為市民健康守好第一關 高局長以不容辭也 內地的不法商人向錢看 什麼都敢死做 繼出受多年落雨 殭屍肉逃離 不久前浙江寧波江北區市場監管局 有賭破一個雪藏國旗謀雪窩點 柴獲如六十噸雪藏超過五年 國旗兩年謀彈吼 埃 阿哥 食用國旗木瓜有致癌危險 有網民還不忘棄藥 埃 啊 怪不得表著女吃了者摩多木瓜 還是B杯 豐空失敗 罪魁原來試過其木瓜野的禍 哎 活在這個毒食品充斥的年代 老闆若然五飯喝一杯八二年的果汁 配上九四年的豬扒 再加上八四年的米飯 飯後還有零四年薑絲油炸過的甜品 你雪爐鬧能不探藥 人生七十古來稀碼 想到此 比股市單日最多直插二千多點 更嚇出一身冷汗 私有憑 請建立 兩張 請你 可放 準備 吧 地 公